来看看二年级第十二单元植物的故事 鱼儿游过来高兴的说,这是我的雨伞,滴滴答答真的下雨了,爸爸要我把荷叶当雨伞,顶着雨快步跑回家 奶奶接过荷叶高兴的说,多香的叶儿啊 奶奶忙了好一阵子,做好了荷叶饭,她拆开草绳,让我吃跟品尝不同的饭,那可是用荷叶包起来煮熟的啊 荷叶饭又香又软,非常好吃,哇,打嗝都有一股淡淡的荷叶味儿 所以这课文是一篇童话散文,课文根据三种小生物的外形和习性,巧妙地突出了荷叶的外形特征所带来的功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汉课文,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汉语拼音 身,接,阵,拆,拆,绳,组,熟,软,飞,蛋 还有这些,不,接,拆,绳,熟,飞 二,我们神奇的世界,这个神奇的世界充满了宝藏 各种形状,各种颜色,各种体积的宝藏,都需要我们去寻找 我们能看到植物的生长,小小的一粒种子种到地里 生根,发芽不久就开花了 我们能看到五颜六色的水果 鲜红色的红毛丹 深紫色的山竹 浅黄色的芒果 天气炎热 我们在大树下乘凉 我们会感谢 树木带给我们那么多绿荫 只要我们用心地观察寻找 我们就能从这神奇的世界中找到宝藏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汉语拼音 冲 体 寻 直 力 单 深 浅 盲 言 成 凉 音 观 察 和这些 冲 单 浅 盲 盲 盐 盐 成 一 累积运用 读一读 鲜红色 浅黄色 深 紫色 读一读 说一说 飞来了 跳上去 游过来 跑回去 深 深广 小鱼 小鱼点 小鱼点是初心大意的画家 他们把白云彩成黑色 把青山彩成灰色 还把妈妈来不及收回来的衣服 全彩上深深的颜色 小鱼点 是好玩的小顽童 他们喜欢弹一弹电线 他们喜欢彩一彩国油路面 他们喜欢闻一闻我家的富贵花 他们喜欢在铁丝网上玩过山车游戏 小鱼点 是神奇的魔术师 他们把快 他们变快行人的脚步 变慢车子的速度 他们把白天变成黑夜 把日日的天气变成凉凉的 还把我的午觉变得甜甜的 宇文乐园4 依我的发现 一种水果 我们把种子种到土里 一家餐馆 我和家人都爱吃荷叶饭 一粒种子 碗里的饭粒被我吃得干干净净 一块告示牌 他们一块在原地里劳作 一包荷叶饭 那可是用荷叶包起来煮熟的啊 二读读想想 荷叶饭很香软非常好吃 荷叶饭又香又软非常好吃 荷叶饭香香的软软的非常好吃 星星是月亮写在夜空闪亮的诗 星星是月亮写在夜空亮闪闪的诗 二认读音节 二认读音节 成对拜 多对少 学习对教导 小小蜗牛不是牛 机关花啊 非机关 求取学问要勤劳 雨对勤 矮对高 百隔对乌鸦 蚂蚂蚓 蚂蚁搬家拔语报 燕子高飞 晴天高 掌握科学生活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汉语拼音 拜 倒 窝 官 取 情 矮 歌 巫 鸭 燕 掌 和这些字 拜 倒 官 情 歌 巫 那这个单元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